探哥 杂谈室 我们今天探哥 杂谈室 请来一个很不一样的贵宾 前面我们之前几乎都是我在闲聊 然后中间请了两位贵宾 那今天这位应该是我们台湾里面得奖纪录 最丰富的其中一位 哎呀 我没有把那些奖杯拿过来啊 真的好 等一下拿出来看一下 好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李星达老师 嗨 合作人家好 李星达老师真的是一出战就有奖杯回家 也没有啊 当然也有出战就空手而回的啊 当然也有啊 一开始的时候 当然也是也是没有成绩当然不会好像来去啊 但是最好的到了阿根廷的准决 决赛啊 已经决赛啊 决赛入围 所以是前200名的意思 没有啦 决赛是40名了啦 决赛是40名了喔 我们报名那次有500多个人吧 那次应该是500多到500多号 500多个人吧 500还是600我忘记了 所以是前 我记得最后是第32是不是 对 我们是第32 我们是第32 我那时候跟安达老师打打 我们那时候是第32 对对对 所以是台湾最前面的名次了 我其他没有去比啊 不知道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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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们运气比较好啊 因为我们在 我们是在中国区分在就Salon拿冠军 所以他是有给我们机票跟准决赛的席次 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是从Semi-Final直接开始比 我们就不用比决赛 嗯 然后Semi-Final好像是 我忘记是80对还是120对 我不想忘了是是是是是多少 80还是120 我也忘了 然后他抓40 他抓40对进去 嗯 对然后然后 然后Semi-Final就有很多 各全世界各区的各区的冠军 都会都都直接都是直接保送保送进去 然后在里面在厮杀 然后他在抓40对到决赛去 嗯 是是很厉害的比赛的成果这样 嗯 当然运气也很好啊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紧进决赛就是他40对嘛 我印象中我们因为我们是第一个被叫 我们是第一个被叫上去 好对他从40名开始叫 我们是准决赛 我们是第40 我们刚好第40名 哦哦 就是准决赛的分数 我們Semi-Vinal的分數剛好是第40名 我們是第一個被交上去的 所以那時候的印象比較深 第40名 但是他們決賽也是一圈大概10隊嗎 決賽對10隊他分4RUN 他就是10隊 10隊在Luna Park 你有去過嗎? 其實我只有到外面看一下然後我就懂 你沒有在比賽的時間 沒有因為我是10月到12月去的 你是那邊暑假時候 還沒有比賽 我怕冷 還好啦我覺得冬天沒有到很冷 我覺得沒有到很冷 我覺得啦 有時候冷真的沒有到很冷 試試看在比賽的期間去觀摩一下 他就在大舞台 他畢竟有攝影機嗎 還是有後面一排觀眾 他不太可能塞太多人啊 因為他要 他那個攝影機還有一個個追 如果20隊在上面又要太多 所以他還是分了4RUN 10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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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隊這樣分掉 我那時候好像是 第三RUN吧 然後我給一些老師看 就是亞洲的一些老師 比如說新加坡的LilyR 或是香港的LilyR 他們看到我的那一組組別 組別的名單的人 他們說哇 你這一組哇 死亡組欸 因為 大概比賽前10名應該有五隊 大概五隊是在我那一組吧 五隊是在我那一組 第一名也在我那一組啊 然後第六名吧 三好像也在我那一組 三還四也在我那一組 三還四啊 然後第六名也在我那一組啊 然後不知道第幾名都好 反正我那一組就是 他們都說哇 這是死亡組 全部高手 全部都在那邊 大概10名的 對最好的 他們就評比來講啊 就是程度最高的就在那邊 我就哇死了 不過還好啦 我們那時候想說啊 隨便反正運氣 能運氣好進來 我們就享受比賽啊 嗯 盡情去跳 我不要想太多 但是那個當下算的確是在比賽啊 可是你是跟其他九隊 幾乎都是世界前Top的這些舞者 一起跳舞的那個感覺應該很不一樣 對啊對啊 那當然當然 我覺得很榮幸啊 我覺得最榮幸的就是 我跟他們站在同一個舞台上面 當然 當然是決賽 決賽站在同一個 能跟他們站在同一個舞台上面 我覺得這是很榮幸的 因為 你不是今天只有這機會 對啊 真的 真的是很棒 那為什麼你會這麼 付出這麼多心力在比賽上面 我會喜歡比賽 有一方面是 以前國標老師給我的一些 啟發的動力吧 就是因為以前就國標的時候 老師會Push我們 我們是訓練當選手的 然後老師會Push我們說 你一個月至少 他規定我們他底下的選手 一個月至少出去比賽一次 不管大比賽也好 小比賽也好 不管你就出去比賽 因為台灣比賽特別多 然後然後 他就說 他說我要你們出去比賽 不是要你們去拿名 不是要你們拿前幾名 拿獎盃回來給我看 他說他要我們去比賽 是要讓我們去認清自己現在實力在哪 因為那時候是被訓練的選手 然後透過比賽 他希望說透過比賽可以讓我們知道 我們跟別人的差距 然後同時也去看那些好手 他們跳舞 跳的樣子 為什麼他們拿名 為什麼他們跳得好 他們好在哪裡 他老師是要我們去 要我們這些選手去學習 你比不贏人家 你一定有地方輸人家 不要多怪 不要多怪裁判是他們 是他們教室的老師 不要怪這些 你去看他一定有 他一定有他們厲害的地方 所以很明顯你就是輸他們 就是他要我去比 學習比較這些東西 然後當然比賽也是 讓自己的動力去練舞 所以我跳跳因為我會想要 我會想要去比賽就是 我也會想要把這個當 把競技這件事情當一回事 我也想要知道 我跟國外的老師 或者是國外舞者 差多少 為什麼裁判老師 大師們覺得他們是比較好的 為什麼我不如人 那他們好在哪裡 我去學去看 去學習我自己要在調整哪裡 就是反省自己 就是看別人的東西 看別人的好處 好來反省自己 自己可以再加強哪些東西 來有點像是另類的鞭策自己 你要怎麼進步 你要怎麼變更好 所以我會比較 我會我會喜歡比賽 我會想要去比賽 多貝也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想要在 又透過這個來鞭策自己 然後我就懶嘛 我自己就是懶的人 就是我覺得 我需要另外的眼睛來鞭策我 讓我往上爬 讓我自己更有動力 你說只上課我就不夠 我啦 這是我 只上大師課 或是只上誰誰誰的課 我覺得不夠 我會想要去比賽 透過比賽來學更多東西 嗯 可是在練舞中間 常常時不時就會跟舞伴產生這些摩擦 然後隔天又要再相見 這些摩擦你怎麼處理 嗯 以前國標的話會 但是 但是 以前國標我通常我不跟 我比較 我比較不愛跟舞伴吵架 我會用講 我比較不愛吵架 我以前 我以前跳國標的時候會 會吵架的是 是自己的女朋友 因為自己女朋友 你本來講話比較直接 然後 是真的會吵 可是我們不是對罵 我們不對人 我們是對 我們對跳舞的那件事情 可是吵完通常就沒事 那你說跳舞看 但是我們更難吵架 吵不了啊 嗯 我覺得比較 我覺得比較難吵啦 但可能偶爾會對一些動作 有一些爭執 我覺得有怎麼樣 他覺得怎麼樣 可是 通常是不會吵架 比如我跟 我現在跟菲菲老師搭檔 我們也不會吵 我們都討論啊 我們討論跟分享自己的經驗居多 我們比較不會吵架 嗯 所以即使他說 這個動作我覺得 其他人帶都很順 跟你做就很卡 可是 你又覺得 你這個部分做得很好 有曾經這種狀況嗎 不會 我不會覺得 如果有東西讓 讓對方覺得不好的話 我第一個想的是 我到底哪裡沒在 我到底哪裡沒在 我會去試著 那個 譬如說 譬如說今天 今天我跟某某某練舞 他說 他說 誰誰誰都帶的出來 誰誰帶的 好 我就會 不想輸 我就會想要也做出 誰誰誰的那一種質感 或者是 我也想帶出 我也想把你給帶出 你覺得很好的那種立定 我會 我會想要 想要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不會 我當然會覺得 那個被比較了 我就覺得就算了 那我就努力嘛 我就努力做更好 頂過他 這個是我想的 怎麼會我們話題回到了 你跟John的那一個 一句話惹怒 惹怒現在無關 怎麼回到了那個 這真的是很好的一個話題啊 因為我不 我不吵架了啊 這個什麼 跟誰比較的 這個我覺得也沒什麼好爭執啊 現在我也很少 遇到會有人跟我說 那誰誰誰帶比較好 飛飛可能會跟我說 他可能練我說 會說 這個什麼動作 誰帶的不錯 誰帶的不錯 誰帶很清楚 我就會想 那我也來練練看 我也想要把這個動作 練到 練到清楚 練到好 不服輸啊 但是我不會 我是我不服輸 可是我不會在意 在意我前面這個人 去拿拿拿 我去跟別人比較 他可能也不在比較 他只是在 他就是論事啊 在講說 誰誰誰他跳的東西怎麼樣 什麼東西很清楚 他就是論事啊 這是他的感受 他不是在比較 他沒有覺得我比較爛啊 所以你不會覺得說 啊我都得這麼多名了 你還跟我說我跳的 不不不不 我一點 我一點 拿名的這個東西 我並不會拿來 覺得說啊我我多厲害了 所以 我的東西就對了 我的東西就最好 不會 因為因為 因為我永遠知道 我差什麼東西 我永遠知道 我不足什麼東西 所以我並不會因為 有拿名 然後就 就就去自滿 覺得說啊 我拿那麼多名啊 什麼 不會啊我不會 對 宣傳的時候 可能會啦 因為對於新生 你宣傳的時候 你可能還是會舉說 啊我拿過什麼獎項 什麼獎項 但是我並不會因為 就是我拿什麼獎 我拿比較多獎 所以其他人就是錯 其他人跳的就比我差 我不會因為這樣 就去比這個東西 對啊 那心態滿好的 是進步的動力 很多前輩有教導我要 要謙虛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幾年 這幾年被一些前輩們 一些姐姐們 教導 我覺得是 是有幫助的 我覺得我就是想 就是已經養成習慣了 就是稍微 對比賽拿獎 這些事情 謙虛一點 雖然我會賽獎盃 或是賽名次 可是我 我不會因為這個東西 就覺得說其他人就不好 我還是對的 我不會這麼講 我覺得每個學生 都還是有每個學生 自己適合的老師 不見得 不見得我教我的內容 就適合全台灣的探友們 不見得 一定有 一定有聽我的東西 聽不懂的 或者是覺得我講的東西 不清楚 對於他們的東西 對他們不清楚 一定有人是適合哪個老師 哪個老師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所有人 一定都要來 一定都要 只能找我學 找我學才對 因為我是冠軍 我不會這樣想 其實我覺得真的 比賽 準備比賽的過程 真的不是為了那個名次 而是像我的經驗 我之前也不是一個喜歡比賽的人 因為阿根林探哥 主要是社交 我們是兩個人跳開心就好 所以以前的想法就是 比賽評審也看不出來 我們兩個在幹嘛 我們兩個跳得爽不爽 然後他怎麼去評斷 都就是看我們的姿勢好不好看 可是因為 哪一年我去 我印伊凡要求我去南京比賽 我記得 而且我是去跟小強比 小強平常在中國 我在台灣 我們兩個根本沒有機會練 然後他又跟我說 他想要比米洞嘎這個組 那時候我超不會跳米洞嘎 因為真的覺得很害怕 就覺得會跟不上 伊凡就跟我說沒關係 他幫我 他就教我兩堂師課的米洞嘎 然後我就一直練習 一直練習 一直跳一直跳 然後去那邊 只跟小強 練習了四個小時 我們就上場了 然後就覺得 我比完 當然米洞嘎當然就沒有得名 然後沙龍好像也走入圍到第七名 排到第七名這樣 那我覺得很正常 因為我們 只有練四小時 沒練啊 對啊 我們完全憑實力 可是我回台灣之後 我就覺得 雖然沒有得名 可是米洞嘎我開始享受到他的樂趣 我開始懂得這麼做米洞嘎 我覺得這段比賽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透過比賽 你不見的人會去思考名次這件事情 你也許會得到一些 我覺得心理上的東西 因為 你會聽到很多人在講 去跳比賽的時候 是要享受享受 可是去比賽的人 你多半會有 你會去比賽多半當然會想要贏 你會想要晉級 對 你不見得會想要拿第一名 那你會想要晉級 你會想要贏他 所以你多少會有那一份求生行 跑出來 所以很多大師 或是很多老師 他們會教說 你要享受 就是享受音樂 你叫Tango Tapista 其實就是 就是舞會 就是等於在舞會裡跳舞的意思 你要把你在舞會裡跳那份感覺 拿進去 所以即便 你看到很多名次 當名次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夫人 他不見得是肢體多麼優美 他不見得是一個天生的舞者 可是他跟他的舞伴的擁抱 或者是他們跳舞的那個Harmony 你就會覺得很美很漂亮 即便他們年紀很大 我看過很多那種老老老老老家 老太老老奶奶的Couple 他們跳我也覺得很漂亮 他們沒有跳什麼奪男動作 他們年紀大 你說要他們能奪挺 能做的姿勢 或是技巧能奪好 他們年紀六七十歲七八十歲 可是他們他們跳舞這樣抱在一起跳 慢慢享受那音樂感覺 你會被你會被那一件事情給吸走 給吸引到 那不那是年輕的舞者做不出來 那個東西是年輕舞者做不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在比賽的競技同時 你會看到很多競技以外的東西 好像那些老太太老老老老爺爺們 他們如果去比賽 看到他們那個Harmony那麼好 你就會知道再舞會體跳舞 他們就是這樣子在跳 那你是不是再舞會體 你就算你跳得不好 或是你就算你都不知道 你還是可以用那個擁抱去跟對方交流 就像你講的這個Tangle 他畢竟是Social的舞蹈 他畢竟是兩個人在Connection的舞蹈 所以兩個人在Connect的舞蹈 所以擁抱這件事就很重要 擁抱 然後你們兩個人是怎麼在舞蹈裡面對話的 這就很重要 這已經不是你的Posture要多帥 你的腿要伸得多美 已經不是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可以形容的 當然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 你Posture當然我們要鼓 你腿要伸得好看 這當然都重要 但是在舞會裡的時候 你的實力已經在那邊了 就是你現在現階段的能力已經在這邊 你Posture長這樣就長這樣 你腿能伸多長就伸多長 那你在舞會的時候當然就是盡情的去 去援抱對方 盡情去享受那個音樂 所以我覺得SALONE的比賽 裁判想看到的東西 多半是這個 多半是這個 當然技巧不然重要 但是很多老師都會跟我說 大師們他們要求的真的就是 看到你那份在舞會裡享受的那份心情 把它拿到舞台上 因為有很多老師會說 老師或者是大師他們會講說 他們覺得很多人在比賽的時候 只是在跳自己的東西而已 只是在跳自己帥 自己跳自己美 你並沒有在跟對方對話 那我覺得也只有他們這種 已經跳了幾十年的老師 有辦法看出來就是 你到底是 你到底是真的在跟對方跳舞 還是你是在跳技巧而已 我覺得這個要有點時間 你可能要跳個十年 跳個二十年 你慢慢就可以看得出來 慢慢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這兩個人 你兩個人真的在跳舞 還是你只是在做動作而已 我想你教了那麼多學生 你應該多少也可以看得出來 在舞會裡的時候 你多少可以看得出來 有些人是在做導師 有些人是在 兩個人真的在跳舞 你一定看得出來 我覺得好像一開始的學生 因為畢竟還沒有辦法 那麼容易去體會說 探哥裡面兩個人這樣子 連結在一起的那種融合感 是多麼的享受 所以一開始的學生 還是多半會先從舞步跟花招 當然當然當然 一定的一定 因為一開始 這個舞其實真的很有趣 才會開始去想這些更深入 但是更基礎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其實像我們台中 真的還是一個很年輕的城市 所以大部分的都還在想著 啊舞步要做什麼 看起來比較好看 嗯 其實這個也是 嗯 教 像我教六年的嘛 所以六年來的心得就是 大家可以 可以趕快去享受一下 兩個人擁抱這種感覺 趕快 嗯 當然啦 我們當老師 我們會很希望自己的學生 你要趕快去走到這一步 但是以新生來講 或是只學一個半年的學生來講 他們很難去體會這個東西 因為他腦袋裡想都是老師教的東西 嗯 他很難馬上去去享受音樂 去去把擁抱的東西給做很好 可能學半年還不見得真的很會擁抱 可能還在跳open maybe還在跳open 可能還沒辦法到closing place 所以以初學的人來講 他們很難進到這一個 所以當然初學的我們當然能技巧 讓他們趕快跳得好 讓他們站得穩 他們才有機會趕快 往擁抱這條路走 因為你說如果都還站不穩 你就讓他抱著在跳舞 他也只是壓在男生身上 我們這男生也是在那邊走路 東找西晃 兩個人也不會 也很難真的去享受 對不對 這倒是真的 繼續努力 對啊 對啊 被男友帶久 帶走帶久了 就自然就不會想要回來這個圈子 他慢慢就被帶走 他偶爾可能回來趁一下舞會 跟大家聊個天什麼的 可是他心還是在男友 直到他分手那一天 要不然他都不會 把心力再像以前一樣投入在探哥上面 只能說男朋友的 只能說探哥的吸引力 比不過男朋友 一定是男友的問題 因為有太多圈 你看圈子裡面有這麼多 有另一半的人 還不是全心全意 還不是花那麼多心思在 在探哥上面 他們一定會跟另一半溝通 比如說表哥 比如說陳英軍他交女朋友 他並不會因為交女朋友 就不跳舞 他是會跟女朋友溝通說 我一定會怎麼知道要跳舞 我一定會出去參加活動 我一定會去舞會 一定會當DJ 會講清楚 你如果不要就算了 他是會講清楚的 可是可能女人跟男人心不一樣 女人可能會覺得 依著男朋友 男朋友生氣了 男朋友不希望我跳舞 男朋友不想要我怎麼樣 不想要我怎麼樣 就都依著男朋友 這個不可以剪進去 然後丟出去 你怎麼知道我想剪進去 哈哈哈哈 這丟出去看到我會被罵 我說你怎麼這樣不尊重人家 男女 這個一定會被罵 這個支持我們自己聊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是 這個人他在探哥裡面 有沒有得到很大的滿足感 如果當他覺得跳探哥是他 非常重要非常喜歡做的一件事情 那即使交往 他還是會想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可能是 雖然你把XX交得很好 可是男生沒有辦法 讓他有這種滿足感 他就會覺得 都交了一個男朋友 那就這邊可以先放回 沒有關係 我留在身邊 找個XXX 謝謝